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出路网上电台的节目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近日发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香港出路网上电台的节目的目的是 希望为香港尋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们不是希望是只同大家大肆批评 政府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得不好 大家发誓一番就算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点探讨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浪去物 从而提出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 即是说 我们每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令这个问题徹底解决呢 今晚我们的课题 其实我相信是会有很多很多人想听的 大家都知道了 近日的近个月的金融海啸 我们都叫海啸啦 不是只是风暴那麽简单 引发起那个经济的危机 暂时以我们的记忆之中 应该好像是真是最厉害一次 他已经说会远严重过沙士的后遗症 也都看到很多个国家都是参与一些行动 希望可以救亡的 甚至乎一个国家 冰岛的国家突然间又说又宣布破产 那之后你可以看到 这次的金融的问题 是足以是可以形容是一个大海啸 是波及是全世界的 那今晚我们很高兴 请到麦保文小姐 Cherry Mac 其实之前都和我们探讨过金融经济这方面的问题 他自己是一位资深的会计和理财的人士 还有我们就一向的和我们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李永康 李永康他除了是一位跨国的工业贸易家之外 原来他在香港联交所都是一位持牌的经纪的代表 很明显今天的课题是他拿手的地方 我过去都不断地重复重复和大家 然后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经济波幅 每年每七年半到十年有一个大波动 我整天都是拗头的 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出现呢 因为我举出一个很实在的问题 其实你和我和你所认识的人 有没有说十年或者七年之后就突然之间懒不做事 大家是不是一样这样上班 一样这样买菜吃饭看电影出外旅游 其实可以这么说 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的行动方面 是人类的行动方面 其实我们可以容易可以解释得到的 就是这个经济这样的波动 所以我整天都在内心有个怀疑 其实背后是不是真的有人搞鬼呢 那他怎样搞鬼我们呢 我只想知道 有人知道人家怎样搞你们呢 希望可以尋出一个方法 就不要让他搞你不要搞我你 好了 我们过去当我们讨论这个金融的问题 我都开始给了一些网上的资料 那你可以看回我们以前有一个网上的资料 是关于那个 money as debt 那就是说那个钱的来源 钱的基础是怎样的 那我也都在上两三次到 那我也都提到 就是有一个连结就是 关于一个最近在网上出现的 应该是人类史上最多人看的了 关于叫做 Seigeist Addendum 那其实这一次的题目 其实都是讲及整个金融风波的问题 为人类面对问题的起源 即是经济问题的起源 那还有呢 其实在那个 那个记录片里面 都讲出一个很具体的六部曲可以做到的 好了 那当然了 我们遇到问题 我们也希望有解决方法 那当然了 希望解决方法 是很简单的 第一 二 三部曲可以做些什么呢 好了 那今次呢 其实我们也有介绍一本书 这本书呢 叫做 叫做 Crash Proof 那么 那个中文的翻译呢 叫做 美元大崩溃 那其实跟那个英文的书名 其实有些有些不同的 英文的书名是 Crash Proof How to Profit from the Coming Economic Collapse Crash Proof 即是说呢 是什么意思呢 Crash Proof Crash Proof 即是说呢 是撞不死的 即是跌不住的 有什么方法呢 可以遇到经济的崩溃呢 是伤害不了你的 那其实 意思就是Crash Proof 就是这个意思的 那当然了 那个作者呢 直接这么说 他说 不单止你是可以避免这个灾难呢 和你是从中而得取利益 哇 这个东西我相信 香港人非常适合听的 那这位作者是Peter Sheff 和John Downies 那其实这两位作者 都是在财经界的 挺知名的人士来的 那其中一位呢 可以说在华尔街里面 是预测过很多 过去很多 不断的有不断的预测 那个金融的前景 那这方面 那这本书呢 其实呢 应该有中文版 那这本出版社呢 是中信出版社 那价钱非常之便宜的 那很奇怪 那很奇怪 我们以前都不是经常 介绍另外一本书 就是叫做 波币战争 那那个出版社呢 那中信出版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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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什么会出这么多这类的书呢 那在某程度上呢 我觉得呢 其实他出翻译这本书呢 其实目的呢 都是希望呢 就是帮下中国 我们的中国 这方面的 因为 在前一本书呢 我都看到呢 如果我们中国 处理这个问题 不小心呢 我们就会好似日本 过去经历过 是被人清仓的 那在这个序言里面呢 我们看到呢 原来呢 这本书呢 虽然呢 在2006年 2007年左右呢 那本英文版 应该是那时候 出版的 那内中呢 很多东西呢 就是我们现时 所出现的问题呢 那金融的问题呢 其实当时呢 是 未曾真真正正正 发生的 那但是呢 时至今日呢 那 美元大大崩溃呢 这本书里面呢 有十三个寓言 其中呢 已经有十个寓言呢 已经变成了 血淋淋的现实的 那只有三个 还未曾呈现的 那这个呢 那这三个呢 我们呢 或者呢 是 一会儿呢 我们可以 去讨论一下的 那首先呢 这本书 我为什么会用这本书呢 那大家都 可以 简简单单 是 了解到 因为作者 似乎呢 可以说 是给我们有一线希望的书来的 那大家在我们 一般的传媒呢 都看到了 那我们的整个问题呢 那个真真正正的 那个 引子 导致它出现的原因呢 似乎呢 是和我们 那个刺案揭 那个问题出现了的 那 但是刺案揭呢 我相信呢 有些人都知道些 又不是很知道些了 那 那 为什么会有刺案揭呢 这件事 出现呢 那 背景方面呢 我们先给大家了解一下 那 麦小姐 可不可以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 其实 这个刺案揭呢 那个危机 是为什么会出现的呢 大家好 我是Cherry 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 和大家聊一下 那 袁先生问我呢 就是呢 刺案揭如何出现这个危机的问题 我呢 就是看了这个 《美元大崩溃》这本书 那呢 就做了一些总结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这个 刺案的风暴 其实是香港人 未怎么知道之前呢 其实这本书 已经是 讲了 其实它的来龙去密是怎么样 那所以呢 今天呢 就和大家去讲一下 其实这本书 当时啊 大约是年纪之前 怎样讲 那个 刺案的问题 导致到 那个 美国房地产爆破的 情况出现 那样 那我现在就 简单讲一下 或者 它有少少背景资料的 那本书就说 就是说呢 当2000年汇联网爆破 和01年911事件之后 那他就说呢 美国呢 实施了1.35万亿美元的减税方案 之后呢 美联署呢 都是大刀斧斧的 那样降息 那导致到呢 银行存款是非常之低的 那因此呢 整个美国社会 根本就不鼓励储蓄 只是鼓励消费 同一时间呢 因为这样的缘故 美国人呢 就开始四处这样花钱 而大部分的资金呢 那个 金钱呢 亦都是用在消费方面 那呢 因此呢 啊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而 導致到呢 这就令到美国人呢 是 买楼的时候 买楼的时候 去买楼的时候 在税务方面呢 是有一个很好的优惠 那结果呢 導致到美国人呢 就不断是这样 拿钱呢 那样呢 就去买楼 那但是呢 你知道啦 美国人就是 他们没什么储蓄的嘛 那呢 结果呢 就是呢 他们就不断是这样 问银行 或者财务机构 去借钱 就去买楼 那这个50万元的特位 特位的房价 就是不需要纳税 在买楼的时候 就是说呢 美国政府有一个 特别的税务条例 是的 凡是呢 一间屋住满了两年 而如果出售的话呢 房价之中 有50万的美金 是不需要 就缴纳税款的 那导致到那些人呢 就觉得 哇 我等一些钱 在银行收利息 又很少 那不如买楼吧 我用少少很少的钱 那就买一层楼 每个月就供下款 那我自己呢 自住两年 然后呢 房价高的时候 卖了它 卖了它 那就很便宜 那同时 因为50万的 买楼的价钱 是不需要纳税 纳税 以及游戏好坏的地方 因为你又买楼 他又买楼 他又买楼 于是楼价便升 楼价格升 楼价格升的时候 你可以再将楼价格加按 是不需要纳税 哦 即是本来说你房价值30万 是 你升到50万 那20万又可以加按 又是钱 是 是 哎 和听众打个招呼先 是啊 好久了 刚刚进入了我们的 这个录音室 哈哈 哈哈哈哈 先说哈喽 是 是 和我们的忠实粉丝 对吗 是 不好意思 是 多工作做 是 是 刚刚 在这儿有些事情 正在做 搞定了 进来 要和那些 中实粉丝 即是 Hong Kong 电台的中实粉丝 打个招呼 大家好 那 其实今天说这个 就是 我都有些看法 是 正如 麦小姐 是吧 她说我 我也同意 那 另外 还有一个点 就是我的理解 我的了解 是 当时美国政府 她是 她的银筋 放得很鬆 嗯 即 即她是 你根本是 可能掃地 阿沈 你是完全 根本是 完全 根本是 完全 沒有能力 買樓的 她是 百分之一百 借给你的 接着 她的楼价升了 譬如 你买 銀行 自然是 清潔阿沈 可以了 你买 20万 美金 去买 買了一层楼 接着 升了 升了 25万 30万 再借多10万 我来消费 即是 這樣去 滚下去 那 危機 就在這裏 還有我想再補充一點 剛才Doctor 在開場白露 說起案 那個 說真的 近來大家都理解 我記得我們去年 或前年 都請了一些嘉賓 很多 當時 政府官員都不知道什麼是次案 議員都不知道 次案以為是第二案揭 即是拿名 次案以為是第二案揭 即是 借多第二案 不是 次案是 即 那個質素是很差的 這個意思 那個次案的意思是 即是比較質素 黏等的 不是第二次 即你的規定不是那麼好的 評級比較低的案揭 這樣解 但是你說得對 真的是這樣解 市級案件真的是這樣解 但是我們的政府官員 第一是第二次 再借 再借 即是第二案 第二案 即是 買樓要七成 香港 有些人說 不行我只是給你一成 兩成 那些就叫做第二案揭 或者發展商借給你 例如現在 樓市插水 銀行股不足家 發展商就通過他們自己的私人的財務公司 借第二案揭 給你 即這些叫第二案揭 但政府官員 最初 我是完全不知道 以為是第二案揭 所以 你可以看到 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因為當時美國政府911件事 怕會出現經濟危機 趕快扔了很大筆錢 1.35萬億美元去減稅 當然令到銀行的利息都很低 既然銀行那些 扔在銀行的錢又不值錢 不如用歸了它 突然之間 有一個很特別的優惠稅 稅務條例 建一個房價裏面的50萬美元 是不需要納稅 很明顯 當時美國政府是部署一些東西 可能推一下房地產 很明顯 剛才李永康才說 在這個情況下 樓價便不斷升 人們都說買樓 加上 所謂的銀行又鬆了 借錢的要求 又減了很多 變成很多人 本來是沒有資格 去借錢買樓的人 都很容易借到錢 背後 我經常都聽過 房地美 Fleddy and Fanny 是甚麼來的呢 都可以說一說 一會聽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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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兩好朋友發臉Fanny 甚麼回事 這麼有趣的名字 是甚麼來的呢 超我的 這是甚麼公司 Fleddy and Fanny 等我講一下 其實這兩間超級巨門百公司 是Fanny May 和Feddy Mac 防利美和防地美 聽起來很好聽 防泰美 對 防泰美 防泰美 我的翻譯是防利美 Anyway不要緊 總之很肥美 就像吃燒火一樣肥美 其實這兩間公司 是私人機構 不過它是美國政府特許的機構 跟政府的關係很密切 Fanny May和Feddy Mac 其實都是上世紀成立的 Feddy Mac 就更長 1938年成立 這麼久的 是的 很久的 Feddy Mac 就更年輕的 1970年成立 這兩間公司 其實是做甚麼的呢 他們就是向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購買房地產貸款的債權 然後以這些抵押的房地產和貸款所生產的現金流為基礎 然後包裝成 現在大家都聽到 經常在坊間聽到 就是MBS 就是包裝成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即是證券化了它 證券化了它 即是我們四個一起去買房 我們就有個Mortgage 有個抵押貸款 銀行就借錢給我們的 誰知道銀行一個屈未實 就將我們幾個這樣的貸款 就將它證券化了 賣給隔離房的那四個人 房的那四個人不認識我們 我們也不認識隔離房的那四個人 銀行就在中間 即是房地美和房地美 這個超級機構 就在中間吃我們的差價 即我們可能要給8%的利息 隔離房收六個 中間他可能吃了兩個 可以這樣take profit 那這個機構 當時它出現 你說政府特許 政府特許 當時特許它做甚麼 為甚麼會特許這個機構 原本的意思是怎樣 原本的意思是居借有其屋 居借有其屋 就是幫人買樓 但銀行未必有那麼多資金 去做到那麼多的抵押貸款 但當時美國其他人是有錢的 那我便將你們不夠錢去買樓 那你需要那些錢 那我便會在另一個渠道 就是被其他銀行機構 或者很多所謂基金的機構 買了這些所謂MBS 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很多年 即是以為有Mortgage 有back up他的Mortgage 但背後Mortgage 原來法院是空洞到很大 當年是可以的 當年其實這個遊戲玩了幾十年 其實沒有問題 其實在概念上 在財務技術上 這個技巧其實是合理的 因為銀行未必有那麼多錢 那我做個中間人 然後將你的房地產抵押了權利 還有你的領館的錢 靈活了很多 香港也是這樣的 有有有 香港有按鍵證券公司 按鍵證券公司 按鍵證券公司 是很合理的 問題在於 原來在1999年的時候 Fannie Mae被克林頓政府施加壓力 要他將抵押的要求 伸展到中低收入人士 沒有什麼錢的 都可以買樓 即是說他要求這兩房 就是跟銀行或金融機構 都要跟他們去購買一些 所謂的 順貸沒有那麼好的人士 借的抵押貸款 那些權益 即是這個法例來的 即是一定要他做的 一定要 比如有個人掃地阿審 即不是歧視掃地阿審 買不到樓 即是說他的積蓄都不夠 根本給不到首期的 即是他都要幫他上會 不是 又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當時應該是一種壓力 一種政治壓力 未至於說是一種條例 沒有錢的 即是行政手段 要求 總之我是特許你 特許你 即是如果你不聽我說的 他又是半官方機構來的 是的 他說很容易收回你的特權 所以他就是 當然 克林頓政府當時 都希望多些人有居住 有其屋 當時的概念是真的 對 因為他放寬順態 還有一個政府來說 他絕對是希望 多些人買樓 因為多些人買樓 其實你想想 如果一個人買樓之後 他的生活就會比較安定 他不會那麼容易走到別處 第一 第二 是房地產 基本上是所有經濟發展的資務 因為一個房地產 你想想 你買一間房子 你會裝修 你會給水電 煤氣 你會消費 很多東西加起來 又會做按揭 按揭又會買其他東西 如果一個政府 任何一個政府 想他的經濟快速去增長 成長 做好他 最好的方法就是 放寬順態 還有放寬樓宇 按揭 令他多些人買樓 就最好 多些人買到樓 其實本來是德政 是對的 不過是假設 如果那個國家 或那個地區的人 儲蓄就對了 這是好事 結果最後那個問題 大概是 為何有事 要再澄清一件事 只不過當年黑倫敦的壓力下 又要求信貸放寬度 中低收入 這個點子很重要 中至低收入 中至低收入 起碼還有工作 起碼還有收入 那就買一間便宜的房子 沒所謂 問題又不是出在這裏 後期 因為 後來發覺到 越來越多 那些所謂的 信貸沒有那麼好的人 給房利美和房地美 他專門 就是說 你可能失業 沒有工作 沒有收入 或者是之前 那個環府有問題的那些人 那就不讓他買樓 華爾街 我想是Wall Street出現了問題 就是說 他們開始去借錢給那些 所謂真真正正的刺激案件 刺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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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來的 這間聽到三個英文字幕就會很害怕 刺激 ак 賭命的三個英文字幕 赤就行了 就行了 其實都是盡凝押貸款被證券化了 問題是 那種盡凝押貸款的質素 那種盡凝押貸能力很 crit的人 是盡凝押貸款 問題出現分別 當時的怎麼還沒有出事 因為流價升 因为楼价升,经济仍然暢黄,所以他仍然有能力还款,因为自己的资产都已经升值了 他升了10万,他就借了10万出来,一路都没有事,但是有一个音乐要停 或者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经济的理论,经济的机制,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第一次听到就明白 所以让大家休息片刻,我们会继续讨论今次的问题 今晚我们的问题是金融海啸的后遗症 不是只是金融的问题,还有后遗症,后遗症我还没提到 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我们的封烟,就可以打电话来 2134-1134,或者ICQ留言 是439-457-249,首先封烟的热线是2134-1134, ICQ号码是439-457-249 好了,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休息一下,或者打ICQ 好,休息一下 六创二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华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二健康店,电话28824848 网址3w.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 好了今晚我们又继续讨论那个问题就是金融海啸的后遗症 我们都未曾开始传论金融海啸的那个锣笼去密 我们都仍在探索着 最后就会导致美元大崩溃 我们的嘉宾除了麦小姐之外 刚才我们都知道我们很久没听见的声音 金融海啸突然之间走进来 他们在这方面都有一向有些研究 他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动作 比如他做过些什么东西 大家可以和你分享 解决问题他已经在做了 可以和大家实际地分享一下 刚才我都看到很多一连串的英文字母 MBS CMO 索命三个英文字母 索命三宝 其实很多很多 其实这些这样的英文字母到今时今日 那个status现在变成什么呢 就是废纸 还有1%左右 2% 5%左右 看你买哪一种 基本上是轮违废纸 因为那个市场也没有了 那个行业也没有了 IPan的行业也没有了 即是你都没有了 没有了成交 没有了 没有一个市场 没有了成交 根本都没有人出价 是的 好了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那个趋势 一个这样的法例 然后给你50万元的免税额的房地产交易 那银行就原来不断地利息 贷款利息来减 加上政府又要鼓励 又要威逼利友 这样去做 好了 那就是很明显 大家都想到 它是迟了会爆的 好了 整个爆的过程是怎么样呢 麦小姐 可不可以跟大家 再仔细地分享一下 整个爆的过程 分析一下 对于是怎样爆出来呢 当时 袁医生其实已经心怀了 刚才所说 就是那个利息 实际上太低了 低到根本就是 拿银行的存款 你把钱放在银行 是不值钱的 那些人就去买楼 是的 还有就是 去到黑银政府的时候 因为居者有其屋 鼓励大家去买楼 一波风 有没有钱都去买楼 那时候就鼓励低中收入人士去买楼 那华尔街就更厉害 鼓励没有收入人士都去买楼 是的 结果就是 但是不要紧 大家去买楼 那个需求增加 那楼房会升 银行几年卖了它 不就很傻了 损回一块钱 人根又松 是的 为什么会出事呢 是因为呢 出现了一些很特别的东西了 出现了一些非传统抵押的模式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香港买楼 其实你三十年的贷款 你还本金还利息 那个利息就随着市场的利息变化而变化 那美国就很傻的 它有优惠期的 那优惠到怎样呢 就是说有一些贷款合同的利息 就是可以随着某些规定而变化的 那还有呢就是呢 呃 它有优惠期 优惠期的意思大约就是说 假设你现在三十年期的供款 它给五年的优惠期给你 那在那五年优惠期里面呢 你可以低到 只是给1%的利息 这样一样 那还有呢就是说 有一些呢是可以提供到 最初几年只要支付利息 又不需要给本金的 那甚至乎呢 可以有一部分呢 就好像你可以好像还 信用卡贷款那样 还最低还款额 总之呢 头几年就给到很少 只是给利息又不给本金 又给一点点 这样去维持住 那个贷款那个支出 就是说 譬如你知道香港 供楼头几年 都是还利息的而已 有部分本金的 譬如你还两万 只得了几百而已 就是银行割光你才嘛 那好了 那你继续做下去 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就是 加息 因为呢 在04年的时候 就开始加息 为什么呢 因为 为什么加息 是因为开始出现 那个 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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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通胀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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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手法 对了 那加息的时候呢 刚刚呢 买了房子的人 就开始 过了那个优惠期 优惠期过了之后呢 你就是连本带利要还 但是呢 利息呢 又比之前呢 又贵了了 再加上因为之前还息 也没有还本金 甚至乎有些呢 还息就还很少 连所欠的利息 都可以当本金 将来才还 突然之间 那一群没什么做的人 或者低收入的人士 去面对一个很庞大的利息增加 再加上那个公楼的本金 其实呢 我们以前常常都 重复地说出这个道理的 这个整个经济的高高低低啊 都是用这个金钱的供应 那他在这个房地产这方面 你看到呢 金钱不断地供应 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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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啦 如果金钱在那个市面流动的越多呢 那通货膨胀呢 就是一个自然的必现的现象 那当他通货膨胀了一来呢 那他就开始要收紧银根了 那收紧银根了 那收紧银根怎么做呢 就将那个利息增加的 那我们过去经常都这样解释 就是这个手法呢 就是令到一些人 辛辛苦苦 就是做事 处罪一些这样的财富 但是突然之间呢 他就周转不灵了 那些财富就会贬值了 那跟着呢 就被人就是割和轻地割了 那其实我们现在你看到的模式呢 都是一向我们的模式 暂时都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的变根 都是我们过去见到的了 放钱流动 跟着就是通货膨胀 跟着就收紧利息了 那好了 但今次收紧利息的影响 我们那些人呢 是真的没有能力应付到的 那整件问题就看到这样出现了 然后呢 因此房地产最终就是 因为这样的样子而爆破了 就爆破了 就是这样爆破了 嗯 那好了 那 那 当然这个是美国的房地产 关人家鬼事吗 关人家其他什么国家什么事呢 那问题就是 这些这样的 就是次刊 是很多其他国家 是不是买入了很多 就是它证捐化了 然后就卖给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 连世界各地的央行 有些央行都有 都有买的 就是说呢 就是你强积金那些都会有的 有高风险的嘛 一定有的 不是 那些是低风险的 被包装到 非常低风险 三条A 三条A 它不是高风险 它是低风险 因为它的概念就是因为有留意做按揭 所以这一样产品是属于低风险 哦 那所以很多央行都进去了 这个这么稳固的东西 有抵押的 有渣栏的 还有当你做中央银行 有这么多钱 就是你不可以拿来买糖食的嘛 你以为是将它买一些 叫做财务工具 最少可以帮你保本先的嘛 所以就唯有是 它没有什么好买 唯有就买这些东西的了 那外国央行呢 其实买了是什么呢 都是两房 两房发出的MBS 就不是 是华尔街出产那些所谓的CDO 那些 只要是两房所出产的债券 但是这个经济的骨牌效应呢 是 就是为何会 就是为何会来得这么厉害呢 我觉得背后可能还有一些因素 那本书是否好像有分析一下 就是这个是一个表面的触法的原因 但是其实 酝酿了是其实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的 那这个更加大的层面 是去了解这个危机背后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的 那这个层面呢 我那本书就提过了 就是它用一个苹果和铲的做譬喻的 那你可不可以 就是 就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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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的 基本上就是说 它有一个核心的因素 一个核心的因素 就是说 如果有两个农场的场主 一个农场的主人 他叫做张先生 只能够种产的 而另外一个场主呢 是瓶丝先生 是只能够只会种苹果的 但是 当他两个人 都只是生产 产量最高的水果 那大家就互相交换 剩下的水果 那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都有优势 自由贸易 就是大家有的吃苹果 也都可以吃铲 好了 那 那么 张先生呢 他就出口的铲 唯一的原因 就是可以换取苹果出来的 那 那 假设有一年 那个农场 那个种苹果的农场 是遭遇到洪水水浸 那么一个苹果都没有结果的 那么他当时 当然没办法种到任何的水果 可以出售 那 可以说连吃饭也有问题的 那么他就于是这样了 那怎么算好呢 那 他跟张先生建议说 不如我们写一些苹果的欠条给你 就是我呢 就继续 就想拿你这些 来换你的产品 你知道了 我们就是没有收成 是吧 因为这个天灾的因素 那 变了 就不如你 你照样给一些 就是给一些 进入一些产品给我 那么张先生的果然说 没所谓啦 我还要有这么多 有过剩的产品 我不是给你 那我都是没用的了 那好了 这样就 就拿你的 拿你的欠条 拿你的苹果的欠条 那还要给他10%的利息 那好了 那在这个情形的交易之下 大家都觉得 因然接受了 那他为什么呢 为什么张先生会接受这件事呢 那他说呢 就是他觉得 他要承诺这个债务 那他承诺这个债务的原因 他说虽然是欠条本身 没有什么任何的价值 那你都不可以当饭食啦 是吧 但是呢 要在这位瓷斯 这个农主 肯能够支付额外的苹果的时候 那这个欠条才具有价值 那在用这个苹果的欠条 就是欠条不是真的苹果啦 是交换真正的产 那 其实呢 那个瓷斯的农场 实际上是没有 没有为过 那些是支付任何的 他只不过 支付就说你一年之后 等我们的收成有之后 那我就用回我的苹果 是熟回以前我欠你的那些苹果 那到那个时候 那个欠条才能够退回的 交易的时候真正正的可以完成了 那这个比喻继续下去 他说 假如呢 我们再假设是第二年呢 瓷斯的苹果园 又遭到这次台空了 那同样呢 一个 苹果都没有生产过 那这次呢 他就 唯有再和张先生 再来一个协议 那协议基本上和上次一样的 继续是用苹果的欠条 呢 交换是张先生的产的 那这个情况之下呢 那这个情况之下呢 那个瓷斯就拿到 张先生更多的产的 那 而那个 张先生是拿到什么呢 是瓷斯先生的更多的欠条 那就是欠单欠单 那如果他假设 你继续那几年来呢 连续发现 就是发生的天灾的灾难呢 那那个 苹果园呢 是屡次是被破坏的 当然来呢 是一些果子都没有办法结到 直到又好像呢 那个瓷斯先生发现呢 咦 其实 不错哦 是吧 我都不用 就是不用种苹果啦 那我都继续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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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产食有食 啊 那首先呢 算了算了算了 那你不要再种苹果啦 那这么麻烦 是不是 天灾人啊 那整天都搞不掉 不如我将他建造一个高尔夫球场靶吧 那 那这个就很棒哦 因为呢 他不但可以享受 张先生给他的铲 同时呢 他可以是成人去打高尔夫球的 那就是说呢 现时那个农场 那个主人 秦义先生呢 现在经营呢 就不是在农场的经营 他没有生产的生产 他经营是一个 一个服务的行业来的 那相反地呢 农场的主人呢 一直是忙于经营他的果园啦 从来呢 没有去 去既然是一个服务的行业 高尔夫球场去打球 因为他要拼命 要来种那些产 可以说呢 长期以来呢 他只是接收既然的欠条 慢慢地他都忘了了 他当时为什么要收他的欠条 那到今时今日呢 这个欠条呢 是成为那个 那个 琴以农场的主人的 是唯一的财富 其实他什么都没有的 他没有任何的生产的 那只不过呢 因为这位 琴以先生在当地的社会 有很高的信誉啦 那所以呢 那张先生呢 就可以用他的这个欠条呢 是可以同其他的农场 进行交易了哦 就是呢 我这个欠条呢 是这位这位 这位 琴以先生给我的 他是信得过的 那不如我拿的欠条呢 去去买东西啦 因为 因为琴以先生是一个 信义良好的商人 那他欠你的欠条呢 其实可以当 可以当那个 就是货币来都用的 虽然到那个时候呢 那个苹果园呢 是已经改了 做高尔夫球场了 那所以他可以这样说呢 他欠条里面的话 还回到苹果呢 是基本上呢 是不可能会再出现的 那刚才呢 这个例子呢 其实可以这样解释啦 就这本书 继续所说下去呢 就是那个美元 为什么会崩溃啦 那其实呢 你可以看到呢 这本书有一个 很有趣的譬喻 原来今时今日呢 美国人呢 差不多是 六个中国人呢 是在养活着一位 一位美国人的 六个亚洲人 六个亚洲人呢 是在养活着一位美国人的 那 就是说呢 我们已经有成 几十亿的亚洲人呢 是养活了数百万的美国人的 那大家应该看到 刚才那个 那麽美国人呢 是只不过呢 那单子 那呢 那来到 那你拿到 那这样的 国债呢 那所谓那个 美元的 那些 的国债呢 是来到呢 是买东南亚 买 在亚洲很多这方面的产品 中国人不肯帮人制造产品 而自己不能享受 买给美国国家 换取一些所谓国债 即是协调 这个其实也在拍摄美国政府 这是一个事实 这个问题其实是整个次案爆煲之后 现在演变是什么呢 你美国国会又通过了 七八千亿旧市方案 你没钱的 问题是这里 想死你 这本书讲崩溃和后遗症 就是这里 你没钱的 你美国政府怎么做 只有两条路 大量印银纸 或者将他的资产卖出来 美国还有资产的 对不起 战略那些一定 难道买航母艦给你大陆 美国有很多可以卖得到的东西 对不起 他的资产 一个壳的卖给你完全不是问题 最主要他现在只有两条行径 要不就发国策 这个问题现在就在这里 后遗症就是 你会持有美元资产 其实在某个程度上 就是香港陪葬的 因为每一个人给一万美金 你就要给7.5给人了 如果他带贬值 现在都死了 你看一下 我们跟祖国的兑换就知道 8.8.3 8.8.3好一些 好一些 之前8.6 就是火灭 你会引发通胀 对不对 那本书其实说了一个非常清晰简洁的例子 现在的最大的危机就是 因为这个所谓的次元产业爆出的 很多空壳的地产 我们会想一下 美国人买地产 美国人始终都是几百万人买屋 那为什么会牵连到 会是这么多全世界都会牵连呢 那些国家觉得其实还有点点 我们在表面的资料 是感觉上好像还是有问题的 还不能够解释到 美国人 美国人没有屋住 美国人供不起房子 大陆全世界都坏 很明显背下还有些 隐背的事实来的 说多一点那个机制 是因为美国人还不到钱了 连现在那个所谓的 抵抗贷款的属回权 for closer rate 已经是很厉害的 就说很多人还不到钱了 那我家屋不要了 送回给银行了 美国人很有趣的 他没有什么问题的 他摆在那里锁匙就硬了 他不需要什么的买买 下次香港人都会认识的 硬了 你知香港人就是中国人讲面纸 你知香港人就讲面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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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杯水就算了 我都要要面纸 不资产 对对对 都要死定 那因为美国人还不到钱了 家屋不要了 那银行收不回钱了 银行收不回钱了 那些债券、证券就不值钱了 那我们刚才所讲的 我们四个 正说一起去买楼 买完之后就说 证券化了 就把一些证券 有一家银行帮我们包装 买给银行房了四个人 那我们就走了 够了四条锁匙 走人了 银行房的那几个人 就是它是帮我们 找了钱去给地产商 或者是我们之前 去买楼 那个银行 就是人家帮他找了钱的 但是我们走了 那谁给钱给他们 没人给钱给他们 那我们利息又收不到 本金又收不到 那四条锁匙可以代表 四间屋 那就可以拿去市场那里卖 但是因为同一时间 有很多人 放下锁匙 对对 很多人放下锁匙走了 市场上突然提供了 很多的楼房在这里 没有人买 那那价钱就会跌 那最大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走了 走了 没有人还钱给银行房 那四个人了 那结果他们就 连本带来全部收不到钱 但是他们可能 他们不知道银行房 不知道四个人的 原来是我们这些 证券 很大间的中央银行 都是帮助我们买的 那结果呢 他们就继续连本带来 收不到 始终我用一个简单的感觉 好了 美国人 没有屋住吗 躺在街上 不是嘛 他始终要住在某些屋里 有多少百万人呢 我觉得本后不是这么简单的 你这么看 我有几十万人 突然间 弃到一家屋 怎样 他住在妈妈那里 住在朋友那里 始终有些屋要人住的 美国的人有多少人后 有这么多人在有多少家屋呢 会拖垃全球的 背后还有一些我们还没解释 他这样 他怎样处理那些人呢 他现在建筑业很蓬勃的 因为他建那些楼是租的 明白吗 那些去回租 用经济没问题 如果这么说 那他租回 但是那些先前博了水那些 是的 不给钱那些 收了 那意思就是 银行做了按揭给他 比如那些二十万 那银行再卖给 卖给其他 那些 i-band 然后他包装了证券法 发散了 发散了 如果那些人在供款的 没问题 是不是 他又有识收的 那些证券 又有识收 那些人不供 不断 正如那两大房贷 他就是做这些 收不回钱 收不回钱 亏损 就是如果以会计之后 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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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亏损到 爆煲了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先试试给你听 其实有一件事 我们还没讲清楚 这些人还没讲清楚 那美国人有几多百万人 来到买楼 供不定 劈炮 那第一 我曾经讲出来 美国人是不是分了街 还是两家人住在一起 一家屋 其实那间屋 那个 即 美国人不住 没有屋住 影响全世界的 银行都 崩溃 我认为 背后还有些 你还没讲清楚 为什么银行会崩溃呢 你会不会说 香港人突然 供不起楼 全世界都会因此 让你拖 拖 你还有一些 东西 还有一些 他也不是 只是 房屋那里 那为什么突然之间 你明明 他还有很多 Iban 譬如很多这些 银行 他会做很多 赌博 那些 索名生字 但始终 美国人没有屋住 那个数量 我觉得是不能够解释到 全球突然之间 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 叫做杠杆 就是你一元就不用倒一元 一元可以倒十元 现在就不是一元倒十元 是倒无限大 写一下就行了 我计过一条数 很简单 你知道现在所有的 索名生的英文字母 加加你 你写我 我写你 总数现在是差多少钱 六十万亿美金 六十万亿美金有多少钱 大家都不知道 很大个字 现在香港政府 乱鬼的花钱 一年 都是花2500亿港币 那你自己 继续吃了吃就知道 那么多 好了 听完 好 这六十万亿美金 是口数来的 就是说 不需要抵押 就是我欠你 你欠他 他欠他 他欠他 大家口数去 就是我们不对数 现在对数了 出事了 全世界这么多 这么多人 这六十万亿 我们就要分担 分担了他 但是 如果六十万亿是多少钱来的呢 是全世界所有人 加上什么都 只是做事 不吃饭 不需要费 那一做一年 就可以还了六十万亿美金 六十万亿美金 做一年 全世界人做一年 是 GDP 美国一年 GDP是二十万亿 但是 这个数 就不需要还 因为现在 我们伟大的美国政府 想的一条条 就是 找一个 成立一个机构 那些 四条 那么多条 都来 摸了 那些 那些 证明 全部都给了 现在 知道 就是 对了 10% 就是 全世界 现在 这些 所欠六万亿 那么 现在 所有 钱 就 出了钱 就出了四万亿 引出来了 回到银行 因为银行体 没有了那么多钱 它连自己的银行 经营都有问题 因为银行 要自己互相拆 拆数 拆借 一年的拆借 都拆不了 现在 为什么 建成世界性的经济 世界性的整个银行体系 和通货体系的灾难呢 因为 所以 本来我们以为 我们的户口有那么多钱 六十万亿 但是 现在只剩六万亿 就是 可不可以这么说 其实 银行与银行之间 就 刺手指 就是说 你的抵押品 值那么多 我是值那么多 是呀是呀 你是值那么多 那么 当时是无限大 令到 他拿着那些东西 譬如 那些 防派的证券 我这个值多少万亿 这样 用来 赚了 然后 再变成了 证券法 又发出 这个又值 这样的意思 就变成了 一个大波 对吧 一个大泡沫 波波 好了 看情况 我们今天的时间 是一个小时 讲不讲完 最重要的是 我还没说 或者大家 再休息 这一刻 我们一会再 回来 会再继续讨论 其实 网上留言 已经有些留言 那 就 ICQ那方面 还未曾有 资料 好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参加讨论 2134 1134 ICQ是 439 457 249 好 大家休息一下 哎呀 你轮转天 风湿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 哇 那么好 那买多个分享给二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好 今晚 我们继续 第3节 今晚的讨论 就是金融海啸的后遗症 美元大崩溃 即美元大崩溃 那我们有什么策略呢 可以自救 没有 没有 其实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和那本书很强调 其实整个问题是很明显的 因为美国短短二十年里面 是由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那其实这个债务呢 其实二十年而已 是在说什么的债务呢 其实这个债务就是美国国债 那当时呢 这本书是说有8.5万亿 其实呢 最新的数字 08年的9月份 9月尾 其实呢 已经到10万亿的美元 美国国债 纽纽约那个好像有个中 有个中 都不够位 要臨时动一动 是的 就是那里 过了十万 是的 另外呢 李永康所说的 就是六十万亿呢 那个问题 其实呢 就是那些叫做 无资金的准备负债 就是所谓的 social security 那些问题 那些呢 就是呢 美国政府承诺 会提供一些社会保障给美国人民 那可惜呢 那些这样的资金到现在呢 都是不足够的 那就是说呢 要将来的 就是这些这样的社会保障金 就是将来要付的了 是的 将来要付 就是某程度上 都是一个债了 是对了 下一代付了 我们一代付不了 下一代再下一代 这样去付 那变了呢 在那么大的 龐大的债务之下呢 其实呢 刚才李永康所说的 就是 根本美国是无力偿还的 那变了呢 这个呢 最担心的就是 因为是无力偿还的国债 所以那些人呢 开始不信美金 那当美元呢 被抛售 或者外国央行 甚至乎是觉得不再存美元的时候 或者不买你的美债 不买你的美债 那所以呢 才说说 叫做美元大崩溃 但是在这一刻 这一刻 我们未见到这一件事 因为 中国政府好像前几月 仍是买了 不知多少十亿的国债 仍是要保住 就是他觉得难 大家都看到了 虽然呢 他已经是不值钱的了 但是如果他真的全面是崩溃了呢 那真的很明显 是真的了 如果不是呢 我还顶着顶着呢 还可以多骗一会儿 是不是这样分别了 那本书呢 其实一直都预测了 他说 十三个愚言里面 十个已经变成事实 只有三个未曾兑员 就是其中的三个了 他说 外国的央行 就是说 哇你怎么搞错 你只给了这些欠单苹果我 你都不种苹果了 那你根本是没什么 你只是一个服务性的 消费性的国家 你没有任何的生产力的 那你这些欠单是完全不可能不值钱的 哎不要了 那这个是一个可能性 那第二个呢 那中国呢 就可能呢 就不会再跟他挂勾了 哎放弃了 这个就是长痛不如短痛 哎切了就算了 那好了 那这个情况之下呢 就通货膨胀呢 会严重出现实控 那当然了 我曾经说过了 通货一膨胀呢 怎样呢 美联署呢 那招数呢 就是这样 就将他加息了 那一加息呢 经济又衰退了 那房地产呢 又继续破裂了 好了 那这三个的预言呢 暂时来说呢 是未曾对演的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那他本书经常提出 他说 美金呢 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很明显呢 是会贬值得很厉害的嘛 那但是我们最近这一排 就是最近这一排 是一两个礼拜里面 反而不是啊 看到呢 是很多外国的币值啊 澳币啊 纽西兰子啊 美联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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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了解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呢 其实呢 我觉得呢 书里面的作者 为什么说美元大崩溃呢 是因为他从一个商人的角度去看 他觉得 因此没有了 美国那些国债不再值钱啊 那么我就不买咯 我却不买咯 除非商人的角度 不值钱的东西我就不买咯 我就不购咯 全部拿给你了 美国是个商人的文化 他们会这样想法 但是呢 我感觉呢 为什么呢 为我会继续买美国的国债 是因为 尤其是中国呢 其实呢 还未部署好 美国那么快去想 其实呢 美国呢 欠中国呢 是有五千多亿的国债 以前舊債是不用只要還的 是不會還的 就像冰寶一樣破產 如果美國出事在現在這個時刻來說 對中國完全沒有好處 那可以怎樣 死了對我來說又不好 可以先救他 再幫他買一些舊債 買住先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買時間 我覺得思維是這樣 可不可以買多點時間 看看我們自己有什麼方法可以做 可不可以在中國或者亞洲區 形成經濟的新勢力 到時我又慢慢才迫你還錢 然後我們自己在亞洲區的消費需求 可以帶動到整個地區的增長 我不用靠你 到時我才不謝你 但這個時刻我覺得還未是時間 可能是這樣 好了 這個作者 他說 How to profit from the coming economic collapse 他有些很具體的可以做什麼 其實這個作者提出哪三件事可以做 他就說了幾件事 有三件事我覺得是比較主要的 他就說 亞洲區和中國 接下來是最好的 他就說 如果美元真的崩潰 亞洲的國家 將會首當其衝 是最大的事 初期是最大的影響 但從長遠來說 如果我們脫掉了 美國的沉痛包袱 亞洲區和中國 是會很厲害的 這樣說 其實他的意思是 如果中國和亞洲區 那個新勢力出現了 剛才所說的那個來稅 創造了那個來稅 我們根本不需要靠美國 那時候 那就不用卸他 那就慢慢 逼他 環節慢慢拋售 美元 美債 這樣 但是 短時間之內 亞洲和中國 會是很辛苦 因為我們有很多 廠商 其實一早已經 設置了 是用來製造產品 給美國 你突然之間說 你經濟不好 那沒那麼快轉型 不可以那麼快調整 整間廠這麼大 是不是 還有香港是 港幣和美元掛鉤 大佬陪葬 即是 陪美國佬 一起收工 作者提出 然後有三點 其中一點 他指說 美國的 財資源 其實是不值錢的 但是在外國 在外國的債券 外國 就像中國這樣 中國是實力的 他真的做事的 真的製造奶粉 雖然奶粉有毒 但是製造多到 全世界都影響 即是很明顯 他是製造一個食物 好像 曾經說 種產真是種產 不是美國 什麼都沒有再生產 反而這個作者認為 其實有什麼好害怕 你不是把你的投資 放在那些 真的有實力的 有實力的 在做 買東西 即是說 中國的股票 是會一個好好的 南美洲那些 是有自然的 抗產 那些是真正的 不需要靠美國 所以他第一步 解決方法 就是這裏 第二 他就提及 既然美金是不值錢的 是空殼的 我們應該買些黃金 買些白銀 黃金 我知道押金已經做了很久 都給我看過了 一塊塊 非常重新的 白銀黃金 即是說 市場應該要開始走進這裏 但很明顯 我們現在還未見到 黃金高到什麼地步 一跌了 最好先進去 那就快點進去 是呀 很明顯 這些書不只是我們看 他也正在看 他當然想破壞他的預言 破壞他的預測 可能先頂住 作者說 他會高到什麼 5700元一盎司黃金 5700元美金 當然 我當現在的 現在黃金是多少錢 我不知道 現在 現在 四條狗好像 7000鬆一點 7000 7000鬆一點 便宜了 港幣 我剛才說是5700元美金 是呀 我知道 我再看四條狗 他才說 現在這個形勢 即是買回實物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趨勢 包括我以前也說過 為何我們的貨幣影響這麼大 我以前也提出過 因為我們現時的貨幣 是基於債務 如果這個債務沒有了 那時候 變成銀行的借貸的能力 是因為你沒有債務 以著 你就沒有借款 借給錢人家的能力 即是我說 整個骨牌效應 是這個基礎的原因 這個原因 最後的背景是什麼 背景的基礎 是因為我們的錢 是由債務來製造出來的 所以才有這個 所謂共亡的原理 可以解釋到 為何美國人沒有屋 跟我們全世界有什麼事 成為貨幣制度的基礎問題 所以有人這樣說 我們應該回復 黃金或白銀做基礎的 即是金本位的貨幣制度 即是說 如果我們遲早會走回去的時候 黃金白銀 將來一定會升得很厲害 所以他說 第二個解決方法 你快點進這些 第三 第三 他說 始終在這個時機 很多投資人都跟我這樣說 即是 Keep cash 因為為什麼呢 執行便宜貨 Cash is cash 執行便宜貨 這位作者 我記得在這本書 大概是提出這三個方案 即是我們不用緊張 我經常都不斷地安慰大家 其實你不用緊張 因為根本我們整個經濟是沒有變過的 大家都敢上班 大家都敢種東西 大家都喝過毒奶粉 或者不喝毒奶粉 喝其他東西 其實我們的胃口沒有變的 你不會突然間吃消費 10% 你照樣吃照樣消費 當然了 無謂消費便不會去做 不是 Dr.說回一些實質 我們開了台也有幾年 我們經常說 在這裏也有說過 沙士的時候 就是歎世界的時間 記不記得 沙士更厲害 更厲害 更厲害 更歎世界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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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網上電台的聽眾 都不是第一次聽 你說這幾年經常說 好好景 經濟多好 你問一下老闆 你問一下打工 你問一下大家 過不過人 一點都不過人 每樣都貴 經濟好又說增長多少 其實最惡劣是這兩三年 我大哥做生意 他說 沙士的時候 是一個多兩個月 反正生意更好 這兩年 反正生意更差 問題就是 經濟好 那些東西升到不得了 你看看沙士那段時間 去泰國豪華團 大佬1700 現在多少錢 大家經常跟你們分析 總之 你吃東西的習慣 你穿著的習慣 你工作的習慣 如果是農作業的習慣 其實一點都沒有改變 為什麼這些 上面是一個泡沫 玩泡沫 為什麼能夠玩泡沫 我以前和大家分析過 就是我們貨幣的基礎 是債務的 因為我們可以用這個手法 是製造那些所謂貨幣 令到貨幣流暢 製造 經濟表面以為好 跟著 再收緊銀金 令到你製造一個經濟的衰退 其實就是用這些利息的手法 放鬆 增加資金 其實是被人在玩 你怕什麼鬼屁 不要再讓他玩 這位作者 除了他剛才說這些 很實在 還不夠實在 黃金遲早就起 快點進了多少 這樣好像沒那麼好 我們這個台有很多人聽 那豈不是炒起了黃金 讓我先進一些 自己進去再說 是就是 還有一個 如果大家有機會 我前幾次就介紹了一個片段 兩個多小時 不是短片段 叫做 Ziegeist Addendum 其實我作者已經分析了 我們這個製造銀子 以這個債務來製造貨幣 這個機制 是90%的90%的制度 是到某個情況之下 就完盡了 即是說 某個程度上 我們可能看到 我們已經到盡頭了 有些人說 今次這樣的經濟波動 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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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樣看 哇 那就是死定了 所有的資料都看著 我們是不會起床 我們就很不可以 我再同覆 再同覆大家 其實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做的方法 有沒有改過 一點都沒有改過 那就是 為什麼不可以 當然我們會再調整一下 這本書的作者也說好 他說 沒有美國 亞洲將會更富庶 他怎麼分析 就是從剛剛所說 種產 還有種種蘋果 美國人什麼都不種 但是亞洲人 慢慢生產來養活 美國人 六個亞洲人 共同養活一個美國人 我們有數十億亞洲人 不斷地來死做難做 死做難做 是養活他們的 然後拿回廢子 其實很簡單 中國有十三億人口 美國大約三千萬 對嗎 不是 美國 三億人口 好了 所以六對一 六個亞洲人 我們中國人 都可以自己消費 自己做 就必須自己享受 所以我們溫總 就是說 中國是根本有足夠的內部消費者 中國人都會享受 雖然中國人的儲蓄比例 比其他歐洲國家 比美國人高很多 但始終中國人一樣可以享受 中國人種出來的東西 讓中國人自己享受 是這麼簡單 不過稍為有些良心就行了 有些良心就行了 其實你完全是不需要害怕 這些什麼海報什麼海嘯 不要被人玩 拿鼻子來牽著走來走去 好了 如果我說真的是L型的時候 L型的時候 你要了解到最後看到 我們那個貨幣 以債務而貨幣的基礎 這是根源來的 如果我們去到盡頭 這個根源不能再玩的時候 就重新整頓過 將我們的貨幣的機制 重新整頓過 將來我們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不用再這些 波波浪浪高高低低的機能 又不要借錢 又不用需要借錢 大家有機會再重溫一下 Money Estep 那個卡通片段 大概45分鐘 還有Ziegeist Addendum 兩個小時零六分鐘 你看了之後 你會覺得 唉 一點都不用擔心 一點都不用擔心 不要再被人玩死 OK 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繼續 多謝大家收聽 多謝我們的嘉賓 麥小姐 金榮妍 金榮妍 金榮妍可以繼續來 和我們一起 看來也要多些 很掛念粉絲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帖 拜拜 一場 兩лось 六秒 多謝 六秒 五秒 六秒